外面中宜兰卫生局人员正在针对月室小吃店的冰箱 食材环境等进行调查 因为这里近日被爆出 不少民众来用餐后 回家出现腹泻 呕吐 发烧等不适症状 疑似食物中毒 累计共有13起通报案例 共通点都是曾在周日到周二这三天时间 到过这间月室小吃用餐 卫生局到场稽查后 除了带回检体化验 也要求业者改善缺失 来听听稍早卫生局说法 召开单改善的缺失 包含伸手食味分层管理 纱窗未完全遮蔽 食材未落实离地等 同时卫生局也勒令业者停业 而业者稍早也在脸书发出声明 表示已经请消毒公司到场消毒 并且承诺 只要在有问题的时间内 出现相关症状的民众 将就医单据保存好 他们会负起全责 至于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依然卫生局说 相关检体已经送到中央 必须得等检验报告出来 才会知道